看到张丹丰对待洪欣和女儿的两封面孔 我才彻底明白 蔡绍芬为什么要说这句大实话 其实真的很好演 这一幕发生在一档美食交友类节目 谈起歌自作乐自洗头的经历 洪欣直言 张丹丰给自己烧水 结果开水都倒到了自己手上 整壶热水倒下来 快热烫熟了 听到好姐妹还有这种经历 蔡绍芬才有了士兵开头的直言不讳 其实真的很好演 值得一提的是 她对张丹丰的初始印象并不好 其实对于这段姐弟恋 蔡绍芬一直不看好 事实证明 张丹丰对洪欣也不只是讨厌 在一档亲子节目中 张丹丰拍完戏就急忙赶回家 从进门的一刻起 她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宝贵女孩 对妻子却是连一个关心的眼神都极其吝啬 为了博取女儿的好感 张丹丰还特意做了女儿爱吃的鱼 所以同端是最喜欢吃清蒸鱼 而且最喜欢吃我准备的这一种 说起女儿的喜好 胸有成竹的张丹丰骄傲无比 但她忘记了这道菜也是洪欣的最爱 你是我最喜欢的 听到洪欣讨关注的话 张丹丰没有理会 反而垂着眼 伸张手臂着急让女儿落座 接着夹起鱼肉对着镜头炫耀 发现女儿目不转睛的盯着鱼肉 她又兴奋极了 而洪欣此时还给女儿整理头发 结果张丹丰情绪突变 红欣的胳膊明明只是一闪而过 张丹丰却直接不耐烦 吃饭时 洪欣拘谨得像个外人 张丹丰却只顾着给女儿喂饭 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完全不在意洪欣的情绪 需要强调的是 43岁的洪欣冒着高危风险生下女儿 而张丹丰似乎并不重视她的付出 女儿和洪欣有味亲近 张丹丰不思考自己的问题 反而对着洪欣一扬怪气 更过分的是 张丹丰扬言要做女儿心目中的第一 可她的做法却与之大相径庭 一直没吃饭的洪欣饿得不行 想让张丹丰先照发孩子 本来是促进父女关系的好机会 张丹丰却很勉强 洪欣拿了蛋糕还没吃几口 张丹丰又使唤她给女儿量体重 洪欣给害在澳洲 张丹丰更是不帮忙反催促 看着是担心女儿 但当洪欣赶来阻止女儿喝水时 她又瞬间变点 不得不说 两封面孔让张丹丰全是得淋漓尽致 洪欣大红大紫时 张丹丰还在跑龙套 两人在一起时 张丹丰靠着爱气人设宣粉 洪欣却放弃事业回归家庭 生些女儿后 洪欣的家庭地位更是堪忧 所以你看 如果一个男人不爱你了 连装都不愿意装 然而令人百思难解的是 外人都能看出来的道理 洪欣却一直死抱着这棵树不撒手